大家好,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芒果台就是会玩,每一次浪姐的比赛,无论是队长和队员,大家都逃不过当众被选择的命运。 在这种场合中,姐姐们有的为了友谊,有的为了比赛,有的为了话题度,关注度,可以说心中各有小算盘。 此时最容易暴露的就是各位女明星的真面目和真能耐,实力强,个人魅力也大的姐姐通常会成为被捧、被夸的对象,而其他的人难免会遇到一些意料不大的小尴尬,比如第二次公演的重新分组,就有六位姐姐遭遇尴尬。 这等尴尬,还不小心揭开了娱乐圈的三大真面目。 一,纳英。虽说本季浪姐,纳英是以师姐的身份回归,一上来就是带团队,但这次的大团队,看来可是没有当初的小团队好带。 两位师姐,首先需要各自选择两位队长,宁静和纳英都想要郑秀妍,可是在聊天室,纳英因为语言问题,以为郑秀妍答应了自己,没想到选择时,郑秀妍直接走向宁静,纳英整个人都懵了。 接着,两个同盟的师姐和队长需要匆忙11张卡牌后,依次在抽到的姐姐中选人,不过前提是,被选的姐姐也要愿意。 纳英怎么想的,先把徐梦桃要过来,此时阿雅赶紧提示,建议确定一定意义上有过来的姐姐,放在后面一点选,先选自己团队更想争取的姐姐。 纳英这时才恍然大悟,在镜头面前毫不避讳地表示,我就是冲动,我没策略,我糊涂。 因为自己心中底气不足,抢起人来就发生了尴尬的一幕。 谭内维和阿雅鼓励纳英争取一下原宁静团队的郭彩杰,张天爱和薛凯奇三位姐姐,纳英第一反应是,我,没戏。 最后,三个人还是不约而同地选择宁静,被拒绝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当时纳英脸上真是无味杂陈。 到了选歌的时候,两个同盟姐姐都看上了同一首歌,决定全到了纳英和宁静手上, 而两人需要通过拼手速的方式来抢歌,结果抢歌开始后,歌被宁静抢走了。 团队的姐姐们不知状况,纷纷疑惑,纳姐是怎么想的呀? 二,阿雅。 比赛之初,阿雅可是被众人夸了个遍,初舞台表演引发大家的清楚回忆。 组队过程中,她的组织、沟通能力,大家也是看在眼里。 但是第一次公演以后,局势就变了。 当两位师姐开始选择队长时,在郑秀妍、阿雅、赵梦、谭维为四人当中, 宁静第一轮毫不犹豫就先选了郑秀妍,纳英选择了谭维为。 第二轮,宁静果断选择了赵梦,而舍弃了原来在自己团队, 却还带领小组在一宫表演区的胜利的队长阿雅。 阿雅只能被动被分配到纳英团队,而到了纳英的团队里, 纳英不经意间的已久化再次暴露阿雅如今的尴尬现状。 每个同盟14个人会分成四组进行不同舞台的表演。 阿雅、阿萨和许如云被分到了一组。 三,张欣义。 张欣义原来在纳英的团队和黄义、胡信尔等几位姐姐相处得十分愉快。 不过这一次,她被宁静抽中了,但她有反选的机会。 很多姐姐心中都有明确的想法,比如想选哪位师姐, 想和哪些队员在一起,是否想留在之前所在的阵营。 但是张欣义却在这个时候有点足,她心想, 人家都抽到了我的名字,我必须礼貌性站起来。 看到这个状况,宁静也很意外,毕竟跟张欣义也不熟, 她甚至怀疑难道她是要来敌方打探一下虚实。 四,张天爱。 在第一次公演中,张天爱和赵梦、郭采杰、薛凯奇三人组队, 大家相处得很愉快,所以这一次他们不想分开, 奈何决定成根本不在自己手上。 赵梦是最初就被宁静悬进组里的, 但是郭采杰、薛凯奇、张天爱都被宁静抽中了。 不过他们一直很坚持,即便那因专门点名邀请, 三人依旧在等待被宁静抽回去。 最后郭采杰、薛凯奇如愿以偿,张天爱的名字一直在那因团队。 可以想象,明明就不想有先前的姐妹分开, 结果不仅分开了不说,最后还是自己一个人被分出去, 心里的确会有失落和难受。 但是当着镜头的面,张天爱还是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情, 拿起话筒,这对那因开玩笑说,我到Vocal组来吓你了。 此时此刻,其实张天爱更需要的是别人的热情接纳和安慰, 难不知那因就是不太会说话,马上回了一句, 不,你不是来唱歌的。 此话一出,也算是变相否认了张天爱的演唱能力。 5.赵英子 可以这么说,要是没有宁静, 估计赵英子在这个节目里面会毫无存在感。 在赵英子的资料中,对他介绍的是演员、歌手, 但是他演过什么戏,似乎少有人知道, 至于唱歌就更是别提了。 第一次公演,他想要加入到郑秀妍、阿萨组唱跳, 但是宁静为了考虑大局,没有让他参与, 而是只让他跟着自己静静地唱歌。 6.王兴林 没想到从节目之初就爆火到现在的前辈歌手王兴林, 在最新一期节目中,竟然会有点不知所措, 不停地涮扇子来缓解自己的小尴尬。 这一幕发生在谭维维和王兴林的练习过程当中, 可以看出,王兴林也十分想要在专业上挑战自我, 所以他主动提出和谭维维一同演唱高难度歌曲《山海》, 谭维维也愿意和王兴林合作, 所以很快他便把歌曲的编排、舞台的表现形式等都想好了。 在和老师讨论时,谭维维还大方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这次的唯一目的就是让王兴林惊艳, 所以他想让王兴林尝试说唱, 主导老师也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王兴林心中没有底气, 一是他不会写说唱的词, 二是他不知道这个风格适不适合自己, 此时谭维维非常负责任, 词,我写,适不适合,咱们试试再说, 大不了到时候觉得不好,咱们再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王兴林同意了, 于是谭维维就又开始一顿忙活, 王兴林在一旁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 因为似乎除了演唱之外, 其他的写词、编曲他都不会, 所以他很小心翼翼地问谭维维, 我会不会打扰到你。 以上六位姐姐的小尴尬中, 杜小兴暴露了娱乐城当下的三大现实面, 一,有代表作不代表实力硬, 要是把时间推回到十多年前, 阿雅的绰兵进行曲, 王兴林的爱你可谓是红遍大街小巷, 人人都会唱。 俩人也因为有这样的代表作, 曾经成为过当红女歌手, 之所以对比下, 只能说天外有人, 人外有人。 如今一个歌手是否有实力, 已经不单单只看是否有代表作了。 二,跨界不是人人都能成功, 近些年娱乐圈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流行跨界, 歌手觉得自己能演戏, 演员也觉得自己能唱歌, 于是大家的职业道路 变得越来越广阔, 可不少人就是玩个蜻蜓点水, 可事实上, 像张天爱这样已经非常努力了, 但是却不是那么容易得到认可, 只能说明跨界不是人人都能成功的, 专业的事还得专业的人去做。 三,想要人格魅力大, 双伤很重要, 甚至比实力更重要, 大家都喜欢说一句话, 靠实力说话。 但是在诺大的社交场中, 内核有的人明明实力平平, 还是能够受到众人的认可和青睐, 双伤很重要, 就拿纳英来讲, 在唱歌方面, 她当然是低位不凡的, 但这也改变不了, 不少姐姐不想选择她的现实, 问题出在哪里, 她在带团队的过程中, 不够智慧和聪明。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敬在九种爱娱乐, 敬请关注。